随着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报复,中东又一次陷入了动荡之中,不过,这还不算完,早些时候,伊拉克一座军事基地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,造成至少一死八伤,尽管以色列没有承认,也没有否认,但大家都心知肚明,以色列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,在伊拉克军队开始反击以色列之后,两国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,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爱观历史。 在这场风波中,俄罗斯也没有置身事外,在叙利亚局势紧张之际,俄旭联合部队猛烈攻击戴尔祖尔境内的激进分子,击毙数十人,斩首数名伊斯兰国领导人,这不仅是对叙利亚的支持,也是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一种威慑,整个中东就像是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,一触即发,众所周知,以色列才是幕后黑手。 而美国则在背后为以色列提供支持,尽管美国对以色列表现得很冷淡,但明眼人都清楚,如果不是美国在背后撑腰,以色列哪来的底气? 在这场乱局中,伊朗选择了忍辱负重,伊朗副指挥官萨亚里,在回应以色列的挑衅与威胁时,曾发出严重警告,但没有采取极端措施。 这不是因为伊朗太弱,而是因为它有实际的利益,由于双方力量悬殊,伊朗必须小心谨慎,以避免陷入更大的冲突之中。 4月21日,伊拉克武装部队向驻扎在叙利亚的美军基地发射了火箭弹,随后美军基地附近响起了爆炸声。 此外,伊拉克武装还部署了无人机,但被美军的导弹拦截下来,至于美军是否有伤亡,目前还未有确切消息。 对此,美国五角大楼未作回应,此前,伊拉克的一个军事基地遭到炸弹袭击,造成至少一人死亡,八人受伤,对此,以色列既未承认,也未否认。 五角大楼强调与美国无关,几小时后,伊拉克武装进行了报复性攻击。 目前的情况是,几乎所有人都认为,以色列是导致伊朗、伊拉克与叙利亚遭受袭击的黑手,且美国对以色列提供了支持,但以色列未做出任何表态。 表面上,美国似乎想与以色列保持一定距离,但事实上,没有美国的支持。 以色列难以如此肆无忌惮,除了向乌克兰提供支援之外,美国还打算向以色列提供更多武器, 曾与拜登多次争执的内塔尼亚胡,也向美国表示了感谢。 在美国与以色列共同协调下,叙利亚选择谴责以色列,伊朗不希望局势升级,但伊拉克武装并未选择忍让。 还有三件事值得关注,第一件事,以色列在攻击伊朗时,S-300防空系统未能成功拦截,纽约时报报道称,在对伊朗的攻击中,以色列使用了能规避雷达侦测的导弹,目标直指S-300防空导弹系统,以色列成功破坏了雷达车,只摧毁了目标。 这表明,以色列的攻击非常精确,俄制的S-300防空系统未能完全拦截以色列的导弹。 显然,这次攻击是以色列对伊朗的一次试探性的行动,第二件事,伊朗向以色列发出了最后通牒,伊朗副司令塞里警告说,如果以色列跨过红线,对伊朗采取侵略行动,伊朗将让以色列深感后悔,伊朗再向以色列表达强硬立场,而亲伊朗的武装力量已通过实际行动对以色列进行了报复。 4月21日,哈马斯发射了火箭弹攻击以色列军营,并在约旦河西岸造成以军伤亡,哈马斯盛程旅声明,战斗将持续,武器已部署就位。 值得注意的是,哈马斯武装卡桑旅竟从黎巴嫩对以色列发起攻击。 这确实出乎意料,第三件事,哈马斯寻求俄罗斯的支援,俄军也已介入。 韩米亚表示,哈马斯希望俄罗斯成为加沙的安全保障者。 4月20日,俄罗斯和叙利亚的联军一同作战,对在戴尔祖尔的极端武装发起了猛烈攻击,击毙了数十人,还斩首了多名IS头目。 通过这次军事行动,俄罗斯证明了自己的承诺,在叙利亚面临威胁时,俄军将不会撤退。 显然,普京的此次举动也是对美国与以色列的一种威慑,此前,俄罗斯曾多次要求以色列分中叙利亚的主权,并警告美国不要伤害叙利亚,但效果有限。 为了不让叙利亚感到孤立,同时对极端组织IS进行报复,普京选择了采取行动。 目前,叙利亚已成为各大势力争夺的焦点,但中东地区的不安定,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美国意图维持其霸权,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制造混乱的工具,而伊朗则是美国的主要目标。 从某种程度上说,伊朗选择承受屈辱,这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,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,伊朗尚未准备好对美国与以色列采取直接对抗,以军高官接连辞职。 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超半年,以色列政府内讧越来越严重了,据报道,在最近的一次内阁会议上,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了一个敏感问题,知道会议内容的人只有四个,无非是他自己,国防部长加兰特,国家安全总局局长辛贝特和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,但会议内容最后全泄露出去了。 内塔尼亚胡表示,辛贝特和巴尔内亚肯定不会多嘴,毕竟是吃情报这晚饭的,言下之意,走漏消息的只能是加兰特了,当然,内塔尼亚胡说这段话的时候,加兰特并不在场。 他当天是通过电话连线的,至于加兰特有没有听到,报道中并没有明确说明,据悉,当天在场的参会人员还有不少来自利库德集团的其他官员,他们也跟着内塔尼亚胡一起嘲讽加兰特,背后说人坏话,事实上,这也不是内塔尼亚胡第一次针对加兰特了,早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,加兰特就因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司法改革被解职过,后来是因为民意压力太大,才得以官府原职。 另一方面,随着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平民死伤不断增加,内塔尼亚胡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,尤其是来自国际社会的不满,就连以色列最坚定的盟友美国也多次劝说他,适可而止,不要闹到无法收场,但以色列国内又是截然不同的景象,因为迟迟无法解救出剩余人质,也没能消灭哈马斯的有生力量,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持续积累,内塔尼亚胡只有表现得更为激进,才能稍微平息民怨。 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,起码态度要有,在这种分歧下,有分析认为,拜登政府试图扶持以色列反对派领导人取代内塔尼亚胡,以减轻美国面对的舆论压力。 其中,加兰特和以色列战时内阁部长甘茨都是接替总理的有力人选,此前甘茨擅自访美,还激怒了内塔尼亚胡,别看他们三个同属战时内阁,其实不过是国家面临外部威胁时,暂时团结在一起,代表的利益都是不同的,难免会产生矛盾,更不用说内塔尼亚胡还要随时提防,会被另外两人取代。 这两名代表说,人治谈判之所以到现在还没谈成,内塔尼亚胡要负主要责任,比起关心人治的性命,他更在乎自己的地位是否稳固,所以坚决不肯向哈马斯做出有利于解救人治的妥协,如果没有内塔尼亚胡,还是很有希望达成协议的内塔尼亚胡的气氛可想而知,他指责这两名带散播虚假信息, 削弱了国民对政府的信任,并在人治家属中制造绝望情绪,从而助长了哈马斯的威风,导致其态度更加强硬,如果他们不能和政府团结一心,那就不要出现在这里。 但现在的问题是,主动权并不在内塔尼亚胡手中,不是他想不想要人家,是人家想不想留下来,继续帮他卖命。 本周,已经有两位军方官员请辞,分别是以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耶胡达、福克斯和军事情报局局长哈利瓦,他们两人的请辞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,理由都是办事不力。 对去年10月7日,哈马斯的突袭负有责任,听起来像是引咎辞职,但转念一想,这又何尝不是跳船自保呢? 要知道,这两人的职位可都不低,突然请辞,必然会给内塔尼亚胡带来更大的压力。 事实也的确如此,在他们宣布辞职后,相关新闻的评论区全都是内塔尼亚胡,为什么还不辞职? 下一个就轮到内塔尼亚胡了,很难说这件事背后是不是其他势力在推动,毕竟他们都是内塔尼亚胡清风的官,一荣俱荣,一损俱损,现在贸然跳船,不排除利益交换的可能,但不管是有人泄密,还是被亲信被刺,根本上还是内塔尼亚胡自己的问题,他应对危机的能力不足,不能够让大家幸福,一个不顾国民生命安全,只考虑自己政治前途的总理。 走到今天这一步,也怨不了别人。